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 OpenAI通过直播宣布了XGPT和Sora中 引入了基于GPT4O的原生图片生成 这个原生图片生成 它指的是GPT4O模型本身具有了生成图片的能力 而不是在像以前一样 依赖外部的API调用或者一些其他模型 之前的OpenAI它使用的是DALI3 它是一个扩散模型 我们每次给它发送这个生成图片的请求 它都会传递给DALI3 让DALI3进行生成 而现在的图片生成就不再需要DALI3了 直接集成到了GP4O这样一个多么泰的模型中 GP4O直接处理我们的图片生成需求 减少了上下文的损耗 它是采用自回归的方式生成图像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这样它就可以更好地处理复杂的场景 在他们的直播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 GP4O的原生图片生成能能准确地遵循用户的详细提示 现在它可以非常准确地去生成文字 logo 这在之前几乎是不敢想的 而且现在图片生成也具有一致性了 不过虽然它们的演示很好 但在我的实际测试中发现非常的慢 以及不稳定 当然我说的不稳定不是说它生成的质量 而是说现在这个功能 它主要是希望plus用户 也就是200美元一个月的这些用户进行开放 所以我这里的不稳定 指的是我的plus账号 在使用新功能的时候就成功了三次 后边再去生成就调用了达利3 没有去使用GP4O的原生图片生成功能 目前的话我们想要体验新功能 可以来到XGPT的官网 选择GPT4O模型 应该已经更新了 如果你在官网发现自己没有使用资格 那么你也可以来到SOROT官网 点击下面这个video切换成图片 然后在这里输入就可以生成了 我在SOROT上测试 它是比较容易失败的 它拒绝生成 比如我这里让它绘制一个 讨论相对论的彩色漫画 风趣幽默一些 这个其实是他们直播中演示的例子 可是它拒绝生成了 我们先下看 我让它生成一个耶稣的彩色漫画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质量 我还让它绘制了一个狗狗的海报 然后它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精致 好 现在我们还回到官网来说 尝试让它绘制一个海报 看它能不能生成 我这里还是让它绘制一个狗狗的海报 可以注意到它这里直接进行了生成 这个就不是使用的原生图片生成 这个风格依然是达底三 在更早一些时候 我让它绘制一个狗狗的海报 它其实不是直接去创建的图片 而是在这里显示正在使用 然后让我等待 它开始像官网那样进行生成 从上至下 其实就像Glocker模型的那种生成方式 从上到下扫描下来 不过现在没有资格 所以我只能用Sora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现在我直接让它生成一个川普 戴假发的图片 然后给它切换成 2比3 发送 现在我们稍微等待它一会儿 看看可不可以成功 各位可以看一下质量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我个人感觉这个生成效果 是非常让我吃惊的 总算有个更新 我觉得还可以 我喜欢这个 我让它创建一个彩色漫画 内容是川普和马斯克一起搭基姆 最终搭建成功 不过我觉得中文它可能理解不太好 所以我让它理解英文 我们继续等待一下 好它生成完毕了 特朗普 马斯克 他们一块打基姆 非常的温馨 我刚刚又重视了一组 让它多了几个画面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面部一致性 保持的都非常好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最后再来试一下 它这个文字功能 看看它能不能在画面中 准确的生成我们需要的文字 我让它汇集一个海报 内容是山毛泽曼 高举着OpenEye的logo 背后写着文字 is AGI 给它翻译成英文 同样的 好 现在它已经生成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质量 你觉得怎么样 上面是logo 画的是非常正确的 然后下面是is AGI 这边是写在了衣服上 那这块可能有朋友疑问 说Ai不住 我看起来是不错 但是为什么你生成的全是这种风格 那实际上是因为我没有指定风格 一说海报的话 它默认就是这种 那你们生成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一块去指定风格 或者去给它垫一张图 让它参考 都是可以的 那整体使用下来 这个质量我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这个生成速度比较慢 所以就没有给大家过度测试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去之后自己去试一试 等到这个正式推动之后 我可能还会再出一期视频 因为我感觉它非常的有意思 那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点个关注 或许更新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提醒你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个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